前些天今年的普利兹克奖公布了 获奖者是一位非洲的建筑师 布吉纳法索一位酋长的儿子 叫弗朗西斯·凯雷 就像关注这个诺贝尔奖一样 中国人对这个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其实也很关注 各种媒体都有报道 也刷满了朋友圈 从报道上看 凯雷的作品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西部非洲当地 他应用了很多当地的那些粘土 等就地取材的材料 还有一个就是从造型上 把当地的传统和现代性 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比如他的很多的建筑 都源于这个树的造型 因为据说在当地 人们的传统就是在大树下面聚会和生活 其实普利兹克奖 虽然是一个公认的很高的奖项 但从建立之初 也一直很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建筑实践 举几个我们都知道的例子 你就能看出这个奖的价值取向 比如1989年获奖者盖里 他后来设计了比尔巴厄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那个很奇形怪状的建筑 2000年是夸斯 就是北京央视大楼的设计师 2004年的设计师是扎哈 他设计了旺京SOHO 广州大剧院的 这几个人都是典型的藐视既定规则 思维定时的叛逆者 当初在做广州大剧院时就有记者问扎哈 对于要跟周围的城市环境和建筑融合的问题 你怎么考虑掉 扎哈说 如果周围的建筑就是一堆狗屎 我干嘛要跟他融合 那扎哈斯也是一样 别人问他说 你做这种大型的公共建筑 如何才能承载这个所在地的历史和文化呢 他说 最为我们熟知的普里斯科奖得主 还是2012年获奖的中国设计师王树 那王树就更是一位少年了 据他的同学说 王树在大学时代就有那种侠气 长发黑衣走过如刀过呀 这是原话 王树上到大二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 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 肤浅幼稚保守陈旧 就这八个字 几年后在硕士毕业论文大辩子的时候 他把那个论文贴满了墙壁 论文里边把从梁思诚开始 的现当代所有的中国建筑大师全都批了一个遍 最后说 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 杨廷宝是一个 齐老师 就是他的导师 算半个 王树作品的方向跟今年获奖的弗朗西斯凯雷 他有点类似 他做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作品 也都是利用一些旧的瓦片砖块和当地的材料 然后做那种精神上很中国 形式上又有些现代的建筑 但是这与全世界那种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国内的另一位网红设计师张武和也类似 张武和探讨过一段时间利用竹子做建材 所以他们都是国内90年代后出现的私人建筑事务所当中最有国际知名度的 而且两人还有一个明显的共性 就都是在建立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 大了说也可以说是在寻找一种建筑的中国性 如果说张艺谋最早在国际获奖的电影像《红高粮》《大红灯》《高昂挂》 他说展示的是那种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元素 那么张武和王树他们恐怕也有一举同工的思考 只不过这两者的行业有些不同 与国外都是私人设计师事务所这种体制不同 国内是国有的设计院为主流 很多大的设计院甚至有几千位的设计师 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规模 那这些体制内的70后80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建筑师的工作环境 它更正统 市场化的程度也很高 又赶上了近几十年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代 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都是在一个框架内来演进的 原来清华院的院长 中国共同院的院士庄文敏就曾经对我说 他说建筑是个很有惰性的行业 无论是材料还是形式的发展都非常的缓慢 所以绝大多数建筑师就是在苦苦的用这些已经有上百年的旧元素 争取做出更好的设计 另外还有一个束缚了建筑师施展才华的负面效应 就是中国房地产每年十几亿平米的住宅市场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住宅设计它一定要南北通风 要明出明测 所以它形成了非常固定的那个模式 这是长期以来国外的建筑师最难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模式来建造 它基本上就没有市场 就没有人买 所以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巨大 但是国内外那些知名的设计大师们却很少设斗 因为他做了跟别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这部分跟我们大多人关系最密切的设计 恰恰是设计院里那些苦苦前行的中年人来推进完成的 不仅如此 相比于二三十年前 这些住宅设计其实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我们总是无限崇拜的说起那些天才少年的创造力和奇思妙想 但真正改变世界的却是那些苦苦前行的中年 乔布斯重新发明了电话 但却是小米和华为们从模仿到创造的普及开创了中国的一度互联网时代 奔驰发明了汽车 如果没有福特的流水线让汽车进入千家万户 就不可能有全民汽车时代的到来 我们也经常抱怨说中国的建筑工期短 设计丑 施工操 建筑师缺乏想法 但正是这些带着枷锁跳舞的建筑师 才是完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力 先一怒马的少年当然是可敬的 但苦苦前行的中年才是一个团队 一个行业的中间力量 点赞并关注 方理想 让我们透过理想聊聊房子